嘿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深海色带于鲁骏曾经说过 撒娇就可以为所欲为 所以一直以来呢 我就有一个能够胡作非为 为所欲为为非作歹的梦想 但是呢作为一个猛男 我怎么会知道该怎么去撒娇呢 完全不懂 所以说在撒娇这方面的经验值 我基本上是个0 但是为了这个视频 为了节目效果 我色带于今天一定要学会怎么撒娇 到时候如果我真的成功了 请把可可爱色带于挡在公屏上 那么我们马上开始进修 想学习撒娇 我们首先要在B站搜索 撒娇两个字 然后我们就找到了一个撒娇的教程 好不好吗 好不好吗 拜托拜托 拜托拜托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是不是很到位 完全就是那味儿 用这种撒娇方式 到任何一个人面前 他的心都会融化 有谁能拒绝温柔细腻的猛男子 对不对 不许在屏幕上打害怕 经过了十分钟的学习 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撒娇的奥运 虽然我现在理论只是很丰富 但是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操练 所以说我问你们要三连 你们也是不会拒绝的 对不对 求你了吗 哥哥 那么我们现在就出发 你好 你别那么给你给气的不大话可以吗 你离不远点 你要干嘛 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是在网上学了一种技术 撒娇能让别人屈服 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应该是没有的 你该不会 老寡王了 来吧 来吧 哥哥 你要干嘛 太恶心了 受口气 去割掉了我 还谁哥哥 收拾你的目的 我想拥有你的财富 你拥有不了 你太恶心了 我的天哪 我恶力什么呀 女宝 黑宝 不就比谁恶心吗 我可以比你更恶心 确实 在下刚拜下方 黑宝 我想要买这个 让他给你买去 我要你给我买 我不给你买 为什么呢 因为你恶心些 你不觉得我很可爱吗 我比你可爱多了 我都没有给自己买 我不想给你买 你哪有我 你哪有我 我要哭呢 我能揉揉你俊美的脸吗 不能 我可以给你一个耳光吗 不能 好远接我的天哪 教你饶了我吧 我给你两个年 阿小姐来吧 收缓吧 给爬 支付宝到账 五百万元 哈喽大家好 我是六道大帅逼 终于看到真人了 果然大帅逼 今天我们来拍一个 这么挑战的 其实也不是挑战 就是想 六道哥哥 人家想吃那个烧烤 你可以喂我吃吗 不是 你们这个视频这么gat吧 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争扎 那是第一个 弥补一下你人性的缺憾 六道哥哥 你的手多么的坚实 我喂我喂 来来来 来来来 各位的兄弟们 六道哥哥喂的烧烤 突然 不是啊 这皮肤哥怎么是这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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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简直 我简直要爱上你们了 能六道哥哥 我也是一个正常的门 我还能说 六道哥哥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呢 我可能是 B站第一个 被六道哥哥亲手喂过 糟烤的人 六道哥哥能为我喝水 哎呀 人家拧不开 你能帮我拧开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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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六道哥哥走了 哥哥不要走 哥哥哥 哥哥 哈哈哈哈 看我这次勾搭了哪个受害者 我想说现在凌晨一点点 凌晨一点 我们就来做一些 What are you doing 凌晨该做的事情 今天是来拍一个 撒娇挑战 我们互相撒娇 比谁先受不了 那你烦了 我跟你说我尺度很高的 我尺度低啊 因为我撒不出来 因为我怕你撒来着 你死在这 不是你打个样 你先拿一个 等会儿 我刚开始酝酿情绪 不是啊 怎么还拿个武器 我怕我忍不住 我不是出国专业性恋的 除非忍不住 因为我是真的对这种 尺度极低无比 所以你先打一个小让 冠军哥哥 哎呀 今天要不要看你这个 这叫撒娇吗 你先搞清楚 撒娇和色诱的区别 这是色诱吗 你都摸床了 你这不是色诱是啥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床上拍 那你来试试看 不是 两大爷们凌晨一点 在这个酒店房间里面 我觉得非常合适 挑战一下我的极限 我看我能忍到什么地步 不答应我不要搞黄色 不搞黄色 怎么你不搞黄色 你还撒不起焦了吗 不搞黄色我受不了 我有点忍不住 我怕我忍不住 我怕我忍不住 撒娇挑战 怕冲 乖军哥哥 哎呀不好意思啦 半夜把你掉到这个 私密的小房间来 你可以看着我的眼睛吗 你不要裙头握得那么紧 你在抓裤子 你穿这么紧的裤子干什么 我在用我的意志力 你把持不住了吗 不止人 第一轮我忍住了 那到我了 哼 小哥哥 为什么我忍住了 你要生气吗 哥哥 没有生气 我受不了了 别演死 别走啊 你男的生气看什么 我觉得你是我合适的对象 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吧 确实是第一次 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灵魂的契合 已经足以让我牵起这身手 来坐进去吧 初次见面 还未曾知道你的方名 你好我叫 不是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房间 我叫老骚豆腐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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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你骨骼惊奇 面庞俊俏 完全是我的菜 我想跟你聊一会儿 然后就聊你边眨眼睛 我想跟你聊一会儿 我在你的眼神中 看出了你平常生活中 有一点缺身的东西 是不是没有人跟你撒娇啊 确实也没有 还嫌 来弥补一下你身理跟心理的空缺 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吗 就要扯生理上的东西 没错 一站的UP组都这么开放吗 没错 只要心灵的交流 你手酸吗 我来给你揉一揉 还好没受 我觉得你很酸 好光滑好幸运 这是没上你的手吗 这种体验还是第一次了 不对等一下 为什么我们俩的手环都是小猪啊 而且猪都长得一个样 我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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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连猪都一样了 你怎么把我推走了 真的 真的见鬼了 我裂砍了 你们俩是一场 对啊 这是B站松的什么 他们主标配 这就是命运的邂逅吗 也许吧 也许了 今晚我们共度良宵 也可以 我大概有十几年没有跟男的睡过觉的 今天要你突破一下自我 重温以前你这个不堪往事 十几年前 那是我爸 那今天我就担任你的爸 哈哈哈哈 出来参加一次活动多了个爸了 你们俩都是童年的吗 是啊 那为什么你们俩会是猪呢 我是猪啊 他强行咬我变猪的 我也是猪 我是07年出生 现在13岁 我知道了 就是我13多年的儿子 我的亲儿子 今天这几个挑战稍微有点失败 不论是认识很久的up主朋友 还是第一次见面的 都感觉怪怪的 上学的时候 感觉女生之间互相撒个娇 互相手勾着手去厕所 事情很平常的事情 但是同样的事情 男生做就会很怪 所以今天我为了验证这一点 才拍的这个视频 绝对不是我有什么奇怪的恶趣味 非常感谢今天 参与我奇怪视频的所有嘉宾 大家千万不要忘了 为我的那爱的一顿打点个赞 投个币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